有关我们台湾的观光 台北捷运预计在今年6月底前 要完成全线117个车站的 列车日语 韩语的道站广播 北街其实在之前 大概去年8月就已经完成 像比较知名台北101 淡水 东门等21站的 日语 韩语的道站广播 那今年1月又再增加了29站 当然台北捷运的调整 让高雄捷运也被问 他们表示暂时不会有异动 维持目前的英语广播 跟特定站他们也有提供 日文的播报占名服务